早上好 当大哥现在在跑步机上 散步 不是跑步 年纪到了 要跑步的话就这样 可以 这个跑步机买了很久了 现在正式退休了 就还可以好好的用 简单的跑步就是这样 然后可以调整速度 可以调整速度 也告诉你 目前我已经走了20分钟 然后 这边两边有握手 除了可以保护你的安全之外 它还可以测量你的心脏的跳率 我也不太要用 然后左边还有一个按钮 是让这个跑步机的平板 可以调那个斜度 当然我没有调 因为去调的很 蛮高的 你就好像上斜 上三波这样 现在我目前都是平的 然后我每天 本来有一个计划 就是说你大概一个星期 最少三次 各一天嘛 好像今天大概 不打算出门的话 就在家里早上做这个 一睡醒 洗刷之后简单的 没有冲凉啊 通常我早上要冲凉 就不冲凉了 简单的刷牙 洗一碗 用干净 之后呢 一个手 准备好这个器具 就在我的露台 这个跑步机 然后就开始 等一下大概 到 最迅速做到9点 今天不变 现在才8 咦 现在几点我也不知道 大概我今天做了21分钟 最少维持自己做 40到45分钟 是最理想的 刚刚大病一场回来的时候 那一天做 30分钟都受不了 没有那个体力 有点 有点 不热不热这样 就赶快下来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的主要的 基本的运动 如果我今天不打算出去 我就会做跑步 在跑步机里面散步 大概 30到45 通常我的速度会比这个 现在跟你讲 我的速度会调的 比现在更快 是因为现在我 我做直播 就不要太快了 其实也受不了 那我现在用我的手机 这手机录影 然后直播播出来 应该效果应该不会有报应 其实人算不如天算 本来 在 邦大哥 六月一号开始 六月一号开始 退休 当然有 有 有详细的计划 不是完全没有 我绝对不是那种 得过且过一天算一天 一天 好像一个和尚一天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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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过一天 挑一天的钟 哎呀 忘了忘了 所以 我不是那种没有计划的人 我去工作我都是有计划 包括我的退休计划 是我人生当中最后的阶段 一个算是最大的计划 完全是我自己一个人 但是要很小心 又不能够太过自大 太过自我 太过自主 所谓自主是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意思 没有寻求 我的神的意思 我的上帝 在我的退休的后面的这个阶段 所要 让我去 体会 尽力 给我的考验 挑战 我都要 好好的去 呃 面对 甚至要 顺服 然后 要 顺从他的指引 这是我一直决定的 过去日子都是这样 只是 真的 还是说一句人 算不如天算 退休 当然知道六月一号退休 是因为 准备小女儿六月 本来她预产期是六月底的 所以我有一个月时间 可以做别的计划啦 那你知道 她提早 提早 当然是好事 整个过程 大家也 跟大家分享 也是蛮 分娩的 经历也蛮惊险的 大女儿生 孙女孙子也是这样 小女儿孙子 这个孙子也是这样 外孙啊 全部都是外孙 因为两个女儿才嘛 所以就有一点 跟原本的 计划不一样 就是她提早生 大概是三个礼拜 所以我们就 很多就要去 本来以为说 会花时间去那边忙 跟张大姐 还好啦 亲家 亲家那边 他们真的是全力以赴 我有在影片里面 告诉大家 我去看他们 他们 良老帮忙 媳妇帮忙 儿子 照顾 孙子 他们的孙子 他们很开心 我也替他们开心 毕竟这是他们的 第一个男孙 算起来我是我的第二个外孙 外男孙 传统的官爷嘛 孙子嘛 以后就是继承 他们家的香火 如果他还有那种思想 但是他们没有了 他们也是比较良派的 很好 跟他们谈话谈得很开心 也相信他们很怕 我的 亲家母会 做 做月子嘛 也做得不错 他有时候还要回去工作的 但是 你需在啦 在家办公 但是 随时可以 随时可以 随时可以帮忙 所以 居家 办公有一种好处 就是在这里 奉励老板们 不要整天 带着那种 negative的想法 整天要你的员工到办公室面对你 好像 你手头上没有人啊 你就好像不是一个大将军 那样 什么时代了 你最重要是让你的员工 每一个计划 每一个 就是每一个星期 每一个月 他应该要做的事 列出了 他该做 我常常很怕 外面的工作 设一大堆目标 有时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最重要的是 目标一个大方向 大目标肯定要 然后他要怎么去完成这个 目标 去达到那个大目标 当然你要给他培训了 然后你就应该让他自由的去做 他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去应付 怎么做报告给你 那是最大的问题 我曾经认识一个老板 他跟我讲 他从来 告诉员工说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不讲细节 细节说请员工 不然我 我请你们就是要你们帮我分 分担我的想法 分担我的体力 能力 智慧 你们去做了 到了一个时期 你一定要给我看你的成绩 看成绩的时候就是面对面谈的 主要是谈话 他不是写一大堆报告 当然 基本上图表 数据不是不要 只是你不能够让他花太多 心思或者时间在 想怎么在工作上 怎么来取悦公司 取悦你 那不好 而且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一定要信任你的员工 信任员工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我现在讲这些话是 我对这些年来累积的工作经验 当然我不是表示说 我的老板都不信任我 只是说 这个是我个人 如果我做老板 我没有做老板的命 反正我退下来了 现在我是我自己的老板 现在的情况 就像我当年自己加德士这样 当年加德士加三年就累了 我希望我个人退休 不要退休三年就累了 应该还会继续 就是一直走下去 那我有我的计划 只是因为 一开始就是因为 小女分娩影响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大女儿那边 她突然 一些工作压力 没有帮手 那个家庭的工 家庭的帮手 帮手 那个我们也不能知道什么 总之那个 家里的有一个 每天早上来帮忙的 能够提早去她家的帮忙的人 可能突然之间 不想做了 那可怜的张大姐现在就 每天 就在那里 这是麻烦的事情 变成张大姐跟我 我退休在家 她继续的工作 当然 长期之际 还是她 必须要 脱离这种 顾孙的日子 坦白说 顾孙是甜蜜的 顾孙是开心的 只是如果顾孙的压力太大的时候 就 比较麻烦 我问过很多长者 他们也给我 很多劝告 说 孙 完就好 顾 不可以 啊 长期 一长期下去 你就变成你会 心力交绝 而且你年龄也大 真的 啊 四年前顾那个大孙女 跟现在顾这个小孙子 不一样啊 心力上也不一样 当然 从地上站起来 都不像过去这样的 包括我 你们知道 如果你们认识我 知道我过的孙女 跟张大姐是很 全力以赴的 虽然那时候我有工作 那时候我也有车啦 应该这样讲 后来没有了 张大姐还是依然 每个星期去 需要去顾 这种生活 我看她也有 开始感觉到 她有一点厌倦 不是对 孩子 还是依然 孩子的感情 也不是对 孙子孙女的感情 也不是对 女婿的感情 这些 总是会有一些 意见不合什么 没问题 主要是自己 觉得自己的体力 最少你看我现在可以运动 我现在在运动 我在流汗 我在做直播 张大姐不能够陪着我 她失去了这个享受 你明白吗 运动是一种享受 我们都讲好 将来 真的退休 我说 我们外面 普通医学日症严重 外面天气热 下大雨 我们就轮流 用这个散步机 没有下大雨 外面的疫情好 外面没有大太阳 早上起来 我们两个人可以 跑到附近的 运动场 我们附近有一个 400米的运动场 走五圈 六圈 七圈 我上一次 两年多前 去阿里山 我跟她有准备 虽然那时候她 还是要顾身 我还是跟她有准备说 就是 清晨一个礼拜 两三次 我们去那个 运动场 跑步嘛 让我们的身心 开始 就是要锻炼 就算是有锻炼 去到阿里山 我还是觉得 她的体力 是比我差了一点点 那 现在我们如果说 好 接下来 开放了 要回去阿里山的话 她已经没有那个医院 她说她应该爬不上来了 这就是我听的是 有一点落寞 心里很难过 不过我还是跟她讲 如果你说你阿里山不能够 你觉得那些山坡你都吃力 她说要改去热月潭 我说也是一样的 因为需要走路 除非你想参加旅行社 我们坐在车里面 她是绝对付费 她说领可这样的话 我们最多是少走路 多去一些地方 走走一下 就坐在咖啡馆 享受一下自由的生活 退休的那种情调 我说好 那也没问题 总之 还是要锻炼 你们看我现在想要开始有些无力 现在32分钟 所以我 我觉得 目前 我也当然 我先做了 我等着她来 因为 大概这半年 那边也应该慢慢可以 想办法解决问题之后 帮手多了 或许张大姐就可以 就少 因为她现在问题是不能够回家 这是不好的 不健康的 应该在女儿家 住一两晚不要紧 住五五晚才回来 太累了 甚至星期六星期天 有时她们好像应付不来 不行了 所以很多东西是 家家有本来念的经 这也是影响我的计划 因为 家里的事会影响我的 情绪 会影响我 对 一些直播 付出 就是对我 我做直播 如果因为家庭里的事影响我 我是不希望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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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的开始 就面对 两个女儿的 一喜一憂的事情 使到我有一点 没有这么顺利 但是昨天晚上 突然想一下 没有办法改变前面的情形 要面对这些问题 套一句话 冰来降党 水来吐烟 改变我自己 想办法去调试它 基本的那些该做的我要做 我总不可以 因为这样没有 不要去洗衣服 我刚才就洗 洗传单了 不去 不去 准备早餐 花钱 叫外卖 不运动 一起来就躺在电视机前 绝对不会 那我做这个三部有一个好处 就是 我的平板电脑就在旁边 当然我没有开生意 现在正在播凤凰秀 我喜欢看凤凰早班 中国 电视台 他们谈 那个乌克兰的情形 俄罗斯的情形 我是觉得他比较中立 虽然他们是偏 偏向俄罗斯 如果你去看台湾的 就 一面倒 就是支持乌克兰 新加坡到现在也开始偏 偏 就是保持重力 这是我觉得很好的 对不起啊 我在谈话 当中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因为谈到政治 谈到 谈到 谈到什么 谈到家里的事情 谈到计划 那时候其实我这个主题 主要的是说退休生活 今天我们 我希望我接下来还是能够做这个直播 因为如果我 一有 一有运动还能够做直播 很时间就很容易过了 我就想接下来就是从 退休方面 跟大家分享我的计划 然后 当你们听了之后 给我批评指教 谢谢你们 36分钟 这个 这个散步机 很不错 等一下我做完那个影片 我应该 把散步机的那个照片拍一下 给你们看我到底是在做 怎样 哇 开始 其实我最重要就是流汗 最重要就是这衣服要湿透 这件衣服是韩国鱼 那时候 我们去台湾 去 跟韩国鱼凑热闹的时候 人家送给我的 那个衣服 稀罕的 我是土包子 看到吗 我是土包子 我是土包子 有些人说我 哇 能够工作不工作就退休 真的是像土包子一样 我到现在没有觉得了 我知道人生 因为我来到人生最后的阶段 我就告诉我自己 过了六十岁就是 四五年前我就问自己 我还能够活多久 七十 八十 九十 三个选择 第一 九十是out 那 八十 九十out就是说 你不要想你自己能够活到八十一八十二 这个是 完全 就算你能够活到八十一八十二 就准备 结束你的人生了 准备安息组牌了 所以那个九十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八十的目标 对我来讲 我也是完全是out 我倒不是保留 意思是说我能够活到 我现在目前我只眼睛 头脑里面想如果我能够活到七十 就是多五年罢了 就是多五年罢了 但是我六十岁的时候想 我能够活到七十我很感恩 当时我跟张大姐说我们能够活到六十 我们就觉得是 就像从前的好事这样嘛 六十就满 七个了嘛 我们已经七个了 他已经六十三 我已经六十四多了 六十五了 那我们剩下多少 剩下的时间你要做什么 那我还要做工 如果你觉得说 哎哟做工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 问题 我们这些老油条 你工作 你能不能够全以赴了 你故事都体力差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工作你的能力肯定也是差了 头脑或许不会差 真正 实行能力会差 灵活性 灵巧性 完全是差 判断力可能都没有很强了 另外一点 跟工作单位的团队 年轻人进来了 他们跟你之间一定有问题的 一定有问题 但不是因为关系 关系很好 不好也会 慢慢的会 皮子 忍让 皮子包容 皮子接纳 最终关系是没问题 只是碰到工作的时候 有时他们真的没办法等你 因为你的工作 其实大家也知道我多少会电脑 我也会 我也跟你们讲 我会做直播 做剪戒 做编辑 做剪戏 做剪戏 做剪戀 SL 都会用 基本上电脑知识 虽然是比年轻人慢 但是还是能够操作 能够明白整个的平板电脑 数据这些都没问题的 问题是 如果你用在工作方面呢 慢 我不认输 我也觉得不好 如果你慢人家快 你要问人家来帮我一下 人家可以帮你一次两次 十次八次他就不是很 你明白吗 基本上就算他一直很热意的帮你 你也觉得不好意思 这也就是我在工作上面对的一些问题 虽然我的工作是我自己 我自己处于我自己的那个部门 那想一下 还是65岁就退休吧 然后后来他们才发现 原来我的退休 根据政府是62 现在是63 所以我 我根据我当时62应该离开的 就是两年前 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其实应该在家里的 已经是退休了 所以这两年好了 就在办公让我有更多的时间 准备退休后 各方面的准备 所以我觉得也是上天安排 只是计划归计划 目标归目标 理想归理想 梦想总是有 但是当要真正的去走进这个 退休的生活的计划的时候 你就发现 哇 一开始就有一点 不顺利 但是我昨天晚上 突然之间 也感受到 一个神明告诉我说 不是按照你的意思 是按照我的意思 所以我说 好 按照你的意思 但是 你不可以请 你不可以放弃 你不可以 说算了 完全是你的意思 他也不要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上帝 他要你 顺服他 他改变你的计划 你还是要朝着你 原本大计划当中的 那一个 目标 向前 就好了 剩下的你去做了 原来他改变我的大目 大的 目标里面的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 现在开始一来 就有一点不顺利 但是我觉得 也是好 给一个考验 所以 就算 有一种 没有一种 真正的退休的感觉 好像还是要面对 很多困难的 但是 要紧 我还是知道 我最少不用 知道说 现在要去上班了 几点要到了 要赶公车了 来不及 还要坐出租车了 最少没有这种 我不要被这种 工作制度的 时间困绑 这一点是 唯一 自由 也很宝贵的 我真的 今天做这个直播 我觉得蛮开心 你懂为什么吗 我现在已经 43分钟了 差不多多两个分钟 就要停下来了 我会继续讲 讲到整个时间到 然后也告诉你们 我这样 这个 这个 散步 它现在满身汗 不要紧 我这边还有一个风扇 就是客厅的风扇 我这个 这边本来是有一个 拉窗的 拉门 我把它打开 让那个风 有一点风能够进来 你运动 你不能够在一个团前 密不透风的地方 运动是很糟糕的 所以不时有风吹进来 但是不可以太强的风 流汗的话 多少就骂一点 你就骂 很危险就是 因为连体大了 尽量不要两只手 自由的 速度就可以慢慢的 我现在要把速度慢慢的调 调低 我这边也可以调 我放 等一下 对不起我一直看我讲话 其实这个是手平满 这个是手机啊 就是过去一直这样 一直看我自己 然后看镜头 慢慢慢下来了 速度 那我今天突发起 想说 我能不能够在运动的时候 做一个 几十分钟的直播影片 看来是可以的 好像也东拉西车 但是总是有个主轴啦 跟大家分享我退休后 的生活 那我许多计划 也可能暂时因为 这些变化会各自 一如户外啊 这方面 还没有办法开始进行 这些专题的 就是准备 也可能 有些会各自 有些必须进行的 还是会进行 或者是慢下来 每天晚上跟网友们的 现场直播 也不一定能够 如期 如时间的 开始 因为 真的如果 真的要去帮忙 处理这些家庭问题的话 需要花很多心力 也要陪着张大姐 那我 如果她不能够回 我回到我自己 回到布兰这边 我也变成累了 基本上如果我没有睡 一个午觉 还是不要现场直播好 你看我现在虽然 是运动影响我的 这个 思绪 但是 最少我整个人精神还是很好 而且现在很舒服 因为 流汗了 我现在把数堆置降到剩下1 本来 刚才我是用3.5 3.6 它可以调到1.1 1.0 现在1.5 1.4 慢下来 完全慢下来 所以有些计划 我变成要慢 也要慢下来 就像这个跑步之间 慢下来 我也 慢慢慢下来 因为你运动 从快到慢 你不可以 它这个按钮 是立刻可以停的 不可以离开按 按的话 你会 它是立刻停的 然后 就慢慢慢下来 然后你才 按停 OK 完全停下来 所以 很好的一个 哇 对不起 蛮生汗 我可以给你们看这个 我看我不要动比较好 等下我 怕有点影响 等下我会把 这个 跑步机的 前面的这个景象 还有整个跑步机 拍下来 然后 放在这个影片里面 今晚9点就有 至少有一个新的影片 就不用做简洁咯 或者 在看怎样 或者 万一我今天晚上没有办法直播 就把这个放在9点 就跟大家见面 所以 我比较有一点耿耿意外 就是会员了 有一点抱歉 没有办法 每天都直播 那那个 以为 可以更好的直播 反而因为 一切是家里的事 喜事也好 比较 担心的事也好 都在处理当中 的确是来一个 常常的年轻人组织家庭 面对问题 我们总是要 挺身而出 就是这样 刚好都遇到 在6月 你不处理好 7月 开学了 其实开学他们反而轻松 其实很多家庭 我发现 6月下其实很痛苦 他们过了一个礼拜 也要去圣桃沙旅行 没有出国了 他们 希望他们真的 能够去旅行 开开心心 暂时把家里的事情 就是放一边去旅行先 去圣桃沙 带两个小孙子孙女 那我女儿这边 小女儿的作业也顺顺利利 那几天我跟张大姐本来想 旅店后来说 哎呀不要花这个钱了 准备退休了 不是没钱 是有准备前出国旅行 就不想花在新加坡的 的这些 礼社 礼营社的费用 反正住在新加坡嘛 大不了就是 开开心心去 去走一些景点去吃 接下来我们会做的 就是那几天 休息要到的时候 能够 我现在也不敢讲 打包单 是啊 因为难讲的 很多事情 你发现你真的很难讲 大家也 谢谢你们 每次 关心我 关心张大姐 我也担心她 因为会不会 顾孙顾得太劳累 少了一个帮手 她一个人包办 其实是应付不来的 我认为呢 她是说OK 哎呀不知道了 就是这样 大家 看到我 退休后 不是很顺利哦 我不要担心啦 总是一句话 兵来降党 水来吐烟 但那个退休的生活 还是要坚持 知道 我能够很自由的去做 我要做的事 当然 我也要 相信 我的神给我的安排 而且 不要太过自我 自大 自傲 真的听她的话 整个过程当中 还是不要自以为是 慢慢学习 不要以为退休了之后 就可以一个人做 有一个时候有一点失控啊 觉得说 退休了 我就是老板 是我是老板 我曾经在得失也是老板 那是最糟糕的时候 智库人士是最最最最最 哎呀最可怜的 好啦 没什么啦 就跟大家这样聊聊一下 大概三十分钟 谢谢大家 早安 新加坡 这次